小姐姐 你也是来向我家先生求话的吗 不是啊 我顺路过来采草药的 这样啊 我知道哪里有草药 我带你去 不必了 我自己知道 你还笑 我刚才差点被他整了露馅了 这不是没事吗 他说什么了 他说 邀请您老人家进城 给您准备一个宽敞的大房子 还邀请您去参加他那个 花创大会 做上宾 好 好 郑重你下怀了是吧 我还不知道你吗 你不就是为了秦川 才来的高都吗 他要刺杀太子 花创大会就是个机会 还有你在那儿坐会儿 也是希望他能够主动来找你 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不想以傅九云的身份面对他 公子齐就行了 谁说我是来找他的 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想闯什么娄子就闯什么娄子 想怎么找死 我也不会再管他了 你还有小情绪了 此话当真 当真 说不管就不管 那你来高都干嘛来了 我 我就不能有点自己的事了 有没有发现 这狗屁太子身上的妖气 与我身上这两力如出一家吗 嗯 我跟他接触两次 没错的 内忧我也在高度 就是啊 也许就在这皇城之中 就在这天涣国太子的身后 这不还有你吗 来 这不还有你吗